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又是2020年马上过去了 2021年我们已经到来了 这期节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2020年这一整年 光做投资 投资股票和一些虚拟货币 总共的一些回报 如果你现在有在做一些股票 或者是在做一些虚拟货币 比特币等等 其他的一些货币的一些投资 一定不要错过今天这期很好的节目 我们废话不多说 Let's go All right guys, welcome back 今年的2020年我们已经过去了 2020年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年 我今年在投资方面 其实说还是有很多不错的一些回报的 今天的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都做了一些哪些的这些投资和回报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还是就是说 我这些投资的话 我不是一些专业的这种投资人士 大家看一看 然后如果想跟我一起投资的话 可以知道我投什么 跟着我投也没有关系 但是投资都有风险 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 在这边有一个免责声明给大家 首先我们来说 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的话 今年我是在4月份的时候 大量买入了一些 之后的话 前前后后 每次在逢低的时候 我也买入了一些 前几次我做了一些关于比特币 还有其他货币的一些分享的话 很多人在下面有很多的问题 我该买什么货币 现在该不该入场 什么时候去卖这些货币 其实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说 逢低买入就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些货币的话 逢低买入就可以了 现在还该不该入场的话 我是一个做一个长期投资者的 所以我不做短期交易 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 做一个长期投资者的话 我建议不管什么时候 现在其实还非常早 很多人还都没有在虚拟货币里面 所以虚拟货币的 我个人觉得前景是非常大的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对于虚拟货币 整个一个大市场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早 在2023年24年的时候 我觉得比特币的市值 能赶上黄金的市值 然后在2026年到2028年之间 比特币的市值 我个人觉得它应该能赶上整个全世界房地产的这样一个市值 我个人觉得前景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非常的早 You're still early 现在如果你想长期持有的话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你不需要每次买非常非常多的 你不需要一次买非常多的东西 非常多的币 这样的话是一个投资最忌讳的一样一个东西 我们就是说一开始先投资一点 然后每次逢低买入 那现在跟大家看一下 我前两个礼拜出了一个 我分享我个人都持有哪一些所有的虚拟货币 我分享了七个虚拟货币 这些货币全都是我持有的 那这些货币 如果你当时跟着我的选择买了以后 你现在都已经赚了 已经赚了最少50% 好吗 给大家看一下 过去一个星期 比特币上涨了22% 现在是 现在是 现在是29,000 29,000 我今天录视频的时候是12月30号 是12月30号 那我个人觉得在1月1号之前能上到3万 那我们看能不能在1月1号上到3万好吗 还有大家可以看一下过去一个星期 过去一个星期的话 这个以太坊也是上升了17%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以太坊是上升了17% OK 所以如果你在前两周看了我的视频的话 你跟着我的买的话 现在绝对是赚的 没有亏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说的这个VChain 对吧 VChain的话过去一个星期涨了 涨了50% 涨了50%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我最后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Theta Theta 也是涨了43%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Polkadot Polkadot的话也是涨了43%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选的这些货币 基本上我个人都是非常了解的 而且我觉得它是前景非常好的 那它现在涨的这么厉害 那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跟我也是一样 就觉得这些货币是一个非常好的货币 所以才会涨的涨的非常 就是它的涨幅非常非常高 然后我想跟大家透露一下 从今年4月份到现在 我所全部投资的货币 我在这边的话 我是不说 我就不告诉大家 我具体买了多少钱的货币在里面 但是当时我花了我百分之差不多 投资里面50% 我的50%的资金 当时全部是买了一些虚拟货币 从我4月份到现在 我的整个投资汇报率的话 是百分之五百百分之五百的投资回报率 我觉得这个其实比我做股票的回报率还要大 因为股票有时候我还需要看盘 还需要买卖 对不对 做一些其他的调整 但是那个时候币的话 我这些货币我只是买进去 我根本不做任何的买卖 就只是买了以后放在那边 完全不做任何的事情 就有过百分之五百的回报 所以这个投资回报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现在在任何一个市面上都没有在短短的不到一年时间给你百分之五百的回报 那真为比特币还有其他一些货币 这些虚拟货币 对我而言其实是从我目前为止做的所有的投资里面 投资回报时间最短 而且是投资回报最大的 没有之一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投资之前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到底是哪个货币呢 你比较感兴趣 或者是对你来说比较值得买 那当然的话呢 很多人的这个只是买比特币 也没有错啊 比特币相对来说更稳定一点啊 其他的货币来说的话呢 其实危险性大一点 但是涨幅也是大一点 那我有很多人问我什么时候卖 什么时候卖 我个人没有想过 但是呢 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在卖的时候呢 首先我第一回会告诉大家 我什么时候 我如果卖的话 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 做一期视频我卖了多少 那第二的话呢 我个人不会一口气把所有的币全部卖完啊 我可能到某一个阶段 比如说到了10万的时候 我可能会出一些我的比特币和其他的货币啊 出百分之多少啊 可能出了25%或者30 那到30万的时候呢 我可以再出一些比特币这样啊 这样去去套现啊 然后呢 呃 在逢低的时候再去买入这样子 呃 我个人现在目前为止 我的这个exit strategy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那今天呢 我也是就是说啊 由于很多人想知道我在投资哪些货币和哪些股票的实时情况啊 什么时候买入什么时候卖 那现在的话呢 我在下面也开了一个这个投资带我飞的这个社团啊 我把连接放在下面啊 它是一个这个月付的月付的这样一个收费的社团啊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在下面点击下我那个描述栏里面的连接啊 里面有具体的一些描述 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你想知道我投资什么的话啊 跟着我一起投资的话呢 呃 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了解一下 OK 那对于股票来说的话呢 当然今年的股票呢也是涨了非常多 呃 我投资股票的话呢 基本上我不会投资一些ETF 或者是这个大的一些股 比如说Facebook啊 Apple啊 这些啊 我不会太多什么亚马逊啊 谷歌啊 这些我都现在没有持有啊 那我一般持有的呢 就是说我比较喜欢这种momentum stock 就是它现在在流行在trend 在往上走的这个这个这个股票 那这样的股票来说的话呢 对我来说操作就是比较多的 我会经常的去盯盘啊 做一些这个这个research啊 这些东西啊 那呃 我基本上的话 这些操作我买入和买出的就是比较多了啊 当然的话呢 这种股票的话风险比较大 但是呢 同时的会投资回报率也是比较高的 OK 那我今年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投资的这个股票呢 差不多啊 给我带来了50%的回报 呃 这个回报呢 远远不能跟比特币来比了 因为比特币现在一 第一太早 第二啊 还没有人太多的这种东西 这个盘子还不是很大 所以呢 他上下涨的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有时候一天很高一天很低 这个ball头很高啊 所以呢 各个的好处 呃 但是呢 在股票市场今年的话呢 我赚了50% 总的来讲 我个人觉得也是比较满意的啊 其实股票市场的话呢 他就是说风险比较低啊 因为股票市场这个东西 不会说哪一天全部变零了 没有了 公司全部倒闭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呃 我们赚钱嘛 投资嘛 那我觉得其实赚多赚少是一回事 但是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在赚钱啊 其实我们就赢了啊 不要亏钱就可以了 好吗 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个人比较追求刺激啊 我不想比较喜欢刺激 你可以看我投资的东西就知道啊 比特币啊 还有一些其他货币啊 对不对 如果是一般一般比较conservative 比较保守的人 可能只投资比特币 不投资其他东西 但是呢 我就愿意去投资其他东西 因为给我的回报会更多 大家刚才看到了啊 过去一周比特币只上涨17% 但是我其他的一些货币呢 上涨40% 50%都有 对吧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刺激的啊 那股票也是一样 我喜欢追求这种momentum stock啊 我我的ETF的东西 其实都很少啊 主要是这些啊 潜力个股 我买的比较多 那唯一一个不好的处呢 就是说这种潜力个股呢 就是上下波动了会 就是说有时候会比较大 我可能就是说定期的啊 或者是出现某种特殊情况的时候呢 我会进行一些操作啊 那当然的话呢 在那个投资在我非社团里面呢 我也会把我所有的股票公开啊 我的股票都买了什么放在里面 那每次我买入新股票 和卖出我的旧股票的时候呢 我也会在里面更新 如果你们想要了解的话呢 点击下方描述来你的链接 好吗 那我们再展望一下2021年啊 2021年呢 我觉得对币圈来说 对比特币和一些虚拟货币来说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年 我觉得今年的话呢 会有更多更多的人认识到比特币 了解到比特币是什么 然后呢去加入到比特币 购买比特币和存入比特币的 这样一个行为当中 那这些人的话呢 已经因为现在华尔街的钱已经进来了 华尔街的钱进来了以后呢 现在一些机构的钱进来以后呢 会有更多更多的人会进来这些东西啊 那我个人认为的话呢 比特币呢在明年年底的时候呢 达到30万 我觉得 也不是没可能啊 但是呢 我觉得10万是没有问题啊 30万 我不知道 但是呢在明年年底的时候达到10万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可能在10万在30 10万到30万之间吧 那以太坊的话呢 明年可能会从这个 我个人现在是700嘛 我觉得明年 估计能到差不多5000到8000左右啊 5000到8000左右 我们只要现在买入持有的话 到明年的话呢 应该也有差不多啊 300%到500%的回报 再说一句啊 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不是这种专业的啊 然后呢 我只是靠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意见和分析啊 那股票市场呢 其实明年的话呢 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上涨啊 我个人觉得其实应该是从7年到4月份到今年12月份的这个区间的这个程度差不多啊 差不多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美联储一直在印钱 那这些钱你想想他都发给老百姓了吗 那这些钱 虽然有一部分是发给老百姓 但是其他的一大部分都是发给其他的地方啊 包括他还会应该会继续针对这些航空或者旅游业进行一些这种buy back他的这些stock啊 我个人觉得股票是现在印这么多钱啊 股票市场呢一定也是不会跌的 他一定还是继续会往上走的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呢 如果在做投资的话呢 永远不要说 不建议大家啊 就是说我只投资比特币或者只投资股票或者等等 当然你想投也没有关系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不要把篮子 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所以呢 基本上我的股票啊 比特币啊 包括其他币啊 其他股票啊 一些我都有啊 我个人是习惯这样一个投资的方式 那这样方式的话呢 其实说实话危险性比较大 但是同时啊 我的利润也是非常可观的啊 那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的就是说啊 不管是你选择怎么样的投资 我个人觉得呢 有永远用一个招数啊 就是逢低分批买入 这样的话呢 其实不管你投资什么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都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策略啊 策略 那我也希望大家呢 2020年如果赚钱的人 那2021年我希望你们啊 赚更多的钱在投资上面 如果是没有2020年没有赚钱的人 那我也希望呢 我的视频和内容可以给你一些启发 可以让你在2021年呢 有更多的收入会回报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不是玩一些骚操作的话 不在股票上和一些 这些这个买一些虚拟货币 做一些骚操作的话 我觉得你在2020年呢 你把你基本上都是赚钱了 之前看了一个数据 就是说股票我不知道 但是呢就在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今年买虚拟货币的人 97%的人都已经都是在获利状态 都是获利状态 只有3%的人玩一些骚操作啊 或没有获利而已 那今天的内容啊 基本上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内容对你有点帮助的话呢 在下面呢一定要把这个赞帮我点赞好吗 然后呢如果你觉得你对我的投资有兴趣的话呢 在下面描述栏里面点击点击下方的这个投资带我飞团好吗 这样可以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社团 那这是一个社团是一个付费社团 我现在跟大家声明一下好吗 如果你有其他任何的问题呢 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啊 我会看你们的每个人留言 尽量去恢复你们每个人的留言 还没有关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 在下面点一下订阅打开那个小铃铛 所以呢我现在发新的视频的时候呢 你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好的内容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下期再见了 拜拜新年快乐